古語幼雲,衣食主行 除了時代的進步 人類對住的要求越來越高 設計師Yukio 與你唱談 室內設計心得 為你介紹流行的設計風格 和你一起竹字實 Hello,歡迎各位收看第20集 竹字實,我是Yukio 我是Natalie Natalie,你上個禮拜穿哪裏,很想念你 是不是,真的太好了,有人想念我 你上個禮拜有Arthur和你一起做 Arthur Wong,厲害 Arthur Wong 幸好我記得她的英文名叫Arthur Wong 否則你會怎樣叫她 叫她曼先生 我一向都叫她曼先生 你叫她曼先生 你今天的衣服很漂亮 是不是顏色很一致 好像全裸 你穿得好像 不是,我打算走一走斯文路線 慶祝我們20集 那你一向都斯文 是不是 有時運氣 好,我覺得我們今天可以拉布 因為今天的主題 其實真的很自由 可以說 嗯,太好了 今天其實我們在上個禮拜中 無緣無故被Andrew 踩了我們到Facebook 是呀 有一條影片說那些變形金光 是呀,很有趣 變形金光家具 所以其實今次 過去有很多節目都說了一些不同的東西 好像沒有甚麼說室內設計的東西 所以今次回到我們的主題 就是室內設計 室內設計的主題 其實我自己都很喜歡留意家具 我經常去行家具店 其實我發覺現在很流行這些變形金光家具 因為你 我覺得很方便 其實甚至是那些可以把床拍上牆 那些我都覺得很方便 但其實某程度上又有些可悲 即是你居住的環境不是越來越小 那你又怎樣需要想這些東西呢 我又覺得其實 又未必是 譬如以我自己 其實我以前是比較喜歡 而是所有東西都是 最好你入到我的房間 就只見到床 其他東西最好就是甚麼都見不到 所以我其實是不會用擺設的 OK 我覺得所有東西可以配合 即是你自己的照片都沒有 即是你自己的照片都沒有 沒有的 以前是沒有的 公仔都沒有 床上面我執床的時候會蓋住 要不要抱著公仔睡覺 抱著就不會的 但我有一個很大很大 就是可以睡床一半的毛公仔 OK 其實它的用途是 Functional 攬枕 即是否叫攬枕 是的 周秀娜那些攬枕 是的 但其實它是不可以的 但我覺得 我喜歡有安全感 即是有些東西在 其實我覺得解構一下這件事 即是現在那些變形金光家具 所以出現 我覺得一方面是真的因為地方越來越小 當然 即是你有很多 因為可能你的房間 放了一張床 又放不到一張桌 所以有很多 很多這一類型的家具 就會出現了在這個 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叫做 即是以前那些大到飛起 你基本上 即擺了一張床 你都還可以打兩個關斗 你不需要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當然 很多時候這些家具 是由日本那裡開始興起先的 即由日本開始興起先 因為日本很多是 即是LDK比較小的 是的 沒錯 所以其實那些外國的設計師 即譬如 美國都有 即美國都會叫做 會蠻蠻的地方 是的 但譬如也小的 你紐約那些 是的 即是大城市的崛起 但是以前那些設計師 很多人會覺得 即他們外國的訪問 很多時候 他們會看那些 即看到那些日本人住 200呎樓 然後搭到飛起 然後很清潔 那些 他們覺得 那個文化很神奇 所以 然後 開始慢慢的 那個城市化之後 那些設計師 就開始去探討 這件事 其實一開始 我覺得應該是很想 即是 除了真的因為空間的問題 有些人會想找一些 有趣的東西 就是同一件家具 可不可以有兩個或者以上的功能呢 我覺得是由這個 開始演變出來 我自己的家 我都買了一個 它可以 function as 椅子 即是長 bench 但是 你揭開 它就是擺東西的 OK 其實 很多都是這樣 即是以前那些 浪腳那些cushion 即不是很喜歡這樣揭起 然後你可以放在雜誌 是的 那一類的感覺 但是它現在 即是連你坐的位置 都是好像梳化那樣軟的 嗯 那我準備了一條片 就有25款這些 這麼有趣的家具 其實它就是 早早合合 就是很多時候 在Facebook 在網上的人 流傳那些相片 它就組合了 那就可以去看那條片 先 那就留回我們的聲音 那背後我們可以 可以講一下那件家具 那就可以先看第一條片 現在是這件事 那麼這個項目很聰明 就是有個位置 給一隻狗 嘩!好可愛 給一隻狗食糧 和喝水 那這個就是可以serve 一些寶寶 給寶寶 換片 沒錯 沒錯 我用完之後可以放上去 就是省下一些位置 這個可以考慮一下給我們台長 有一個櫃 裡面打開後原來是他的屋 因為我剛才看到台長就是最喜歡這樣走進櫃 然後這個就是一張椅 就可以變成四張椅 這個我也覺得不錯 但會越坐越矮 不會的 你找一個高一點的人坐 小一個 矮一點的人坐最大一個就可以 這個我很多時候都看到 反上去就是床 又床又梳化 乒乓桌椅 這個就是飛行波台 這個很有趣 這個我之前在網上看到的時候 反過來可以對面打飛行波 這個就常見一點 蓋起來就會變成dining table 對 這個就是 反起會變鏡 這個就沒有太特別的 其實就是很standard的東西 這些常見 就是變形感光 對 在這裡不斷拔櫃櫃出來 是 這個又拔下來會變成幅畫 拔上去變成幅畫 拔下來變成幅畫 拔下來變成一張桌 這張梳化 然後又可以變成一張桌 四張椅子 然後拔下來一幅畫 然後裡面就是藏了很多工具 很多都是為了省位而做的 Knife within a knife 對 這個就是大刀變小刀 OK 好像那些俄羅斯公仔 對 俄羅斯公仔 對 即是一個大開的 然後裡面又有幾個 最小的那個是很小的 這個可以狼衣 這個是什麼來的 你猜一下 燈 一炸燈 對 沒錯 搭起來變成一隻鵝蛋型 好可愛 這個就是 本身可以讓學生 坐在這裡混著他們 混完他們 就打開給他們睡覺 為什麼一定是學生 他寫著 OK 好像一個藥箱 化下來一張桌子 哦 這個有點像你剛才說的 梳化 本身是梳化 但是放了書 這個我喜歡 我自己也很想要 哈哈 但你的書 其實一定要是 很直 很站起來 對 否則就屈住 這個也是比較常見 在樓梯上放了書 然後 這個就是 反下來變成BBQ爐 反上去就一個 一個好像 裝飾一樣 這些就很容易猜 推上去就會變成一個 普通的桌子 就是圓形 會省位一點 不會一些椅子 壓出來 壓出來 這個就是梳化 這個呢 床 然後變成一張 上下格床 上下格 這個其實是不是現在的傢伙都有 應該是 實X的傢伙 OK 實X的傢伙 這個也是在樓梯做Story 其實這些都好 我覺得 這些都好 國外 外國通常是這樣 外國很多都是這樣 但其實外國不需要這樣 因為很多時候都有Story room 沒錯 這個就是 我以前也有做過一個這樣的傢伙 把椅全部放進去 拉出來就可以 那些顏色的椅就可以放進去那條欄 但如果我要放東西的時候呢 沒有關係的 就是它應該在樓梯裏 特意做一條欄 就可以讓你把椅子放進去 即使你是配合所有的書 或者雜誌放進去之後 你依然都可以把椅子放進去 是的 這些就是 很多不同的想法 就是很多巧合 其實都蠻好玩的 很整齊的可以 很整齊 但是 我覺得這件事 就一定要給一些很整齊的人 是的 否則你有時候很方便 我喜歡把東西放進去 我就覺得沒有適合 那個是不是叫做強迫症呢 強迫症 就是要有強迫症的人 你就可以用得到 我呢 你是有強迫症的 我覺得我是有的 其實 我喜歡的東西 要這樣放 它就一定要這樣放 因為你一定要收拾得好 才可以 而且我簡直的次序 例如一棟書 我會排次序 你一定要 否則我會 我會記得第三本是什麼 這麼變態 是 其實這一類型的傢俬 其實很有一個想像力 或者是那些人 就是 無無聊聊坐在這裏 想想到底有些什麼 可以更加多樣性 又省畏一些 其實都是脆微性開始的 一開始就很多事 但是脆微性 好像譬如 譬如你剛才很快地看那條片 你可能最有一個記得的 就是邊緣波台 還有其實呢 我反而最記得是燒烤爐 燒烤爐 變成一個盾牌 對 盾牌 我自己覺得這個是一個開始 就是由那些變形金光家具的一些開始 就是怎樣可以在單純一張 本身只有一個功能的一個家具 可以變到有額外的一些功能出現 又或者怎樣可以從收納的角度去處理得到這件事 即是對鞋可以吹頭的那些 周星馳那些 沒有 風筒原來是塑膠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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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就不是原來是 它同時是風筒 但是都是塑膠 同時都是塑膠 就是一幅畫 很有手味才行 對 但是很多人就不是 即是我桌子擺了這麼多 譬如我是不是的 譬如我桌子擺了這個項目的東西 然後我這桌子就做項目的東西 那我同時間是做幾樣東西 又或者其實真的很懶地 今天喝完這杯酒 我放在這裏 然後明天我當我想用這杯 我才會再拿這杯去洗 即是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即是比較關心的 對 所以變成了 那我就需要 即是我沒有可能經常都倒桌 那我沒有倒桌 這個動作又怎樣反回 即是把它反回上去變幅畫呢 即是沒有可能的 這件事對我來說 我自己覺得 但我反而OK的 還有如果你有印象 我不是介紹過我做過反床 是的 我記得 那又是要收拾好床才反回上去 但床你會收拾了吧 不收床 我這些天翻地覆的人 其實都可以 要收拾床嗎 我的天 即是我收拾完床 因為我起床 就出門樓 那你會不會養下的呢 臨睡之前會 即不是睡醒的時候會 即是不笑的 其實你那個也可以 你上次再介紹一下床 是可以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特意想下去 你明白嗎 即是我不切 我都可以反上去 其實這個是從我自己的生活 所以你就介紹它 很方便的 即是不想看東西 就推上去 對 眼不見為乾淨床 那個是 沒錯 即是很多不同人的生活習慣 會影響了這件事 然後我們說回 我說為何會引發今天這個題目呢 其實就是因為 Andreau發了一段影片給我 是 那段影片就是 由一張床 然後怎樣拔一些椅子出來 然後反落又變了一張桌 然後又可以變四張椅子 其實以我的印象之中 我們香港在差不多 我想我 都應該沒有十年 都有八年 之前就有一個香港的設計師 叫做Gary Zhang 他就住在泰安樓 泰安樓即是在西灣河 當時他的單位只有二百多尺 即二三百尺 泰安樓那些都是很窄一個 我最有印象就是 我差不多讀書時期 所以應該有超過十年 我讀書時期就見到這個項目 就很千變萬化 就是那個單位裡面 你平時看來就很簡潔 但其實他有二十五個功能 是放在那個單位上面 功能 即是他又是關門 就是廚房拔出來 然後原來 平時就是跪 然後燙出來又廚房 其實現在呢 即是這幾年很多 一些外國的設計師 你都會見到這些影片 在Facebook那裡 有很多人會分享 但如果我自己的印象就是 或者是香港的代表 就是Gary Zhang 我準備了一條影片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這條影片 有很多人的 arthrise 在世界上 還有一票 全市主要發動 全市場部 全市場上 只是有樓盤 全市場上 一票 剛才兒 尤其里 平時 全市場上 尤其不思議 正在房屬 還有一些 大部 房间限制 arriving是小庄保守守秩序的位置 建立一个香港的ホン WhatsApp 房间下的屋樱屋却保守秩序 黑工人設置自养的禁销 是家庭房间宅的过程 它的房间的佳广口 它可以要雇气及自然的平坏 从一面田屋的环节 在一个外屋的外屋的一面 这庄保守秩序的房间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hree tiny bedrooms, a living room, kitchen and a dining room. It was tight. Now a much larger living room gives way to the spacious master bedroom. One wall housing the flat screen TV slides back to reveal a generous kitchen. Chang's even found room for a standalone bar. He's renovated the apartment four times since buying it from his parents 20 years ago and now he can relax in style while contemplating the next one. Rob Muir, Reuter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懂得看,你會發覺,我想這段影片應該有十年了,我想這個設計也應該有十年了 如果懂得看,你會發覺它每一次拉櫃出來,或者推進去,其實它都很大力才做得到 我看得到,我留意到 而且它有些狀況,譬如它拉了床下來,它真的很小心地要令它很有型地下來 否則它會彈一聲就下來 如果不是彈的聲音 很多這些,我猜,但我沒有去過 我看到它身體的動作反射給我看 每天在家裏做健身 就是你拉床這樣,你可以不斷地這樣,行不行 但因為它這個是一個,當時是一個很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可以用滑破 就是滑破性 當做運動 因為當時很少人會這樣想 所以其實它在那個時刻來說,這個項目是很有名的 而且我覺得最特別的一件事就是 床下面是浴缸 但真的要有強迫症才行 為甚麼 譬如你沖到濕了 然後你就要,你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回到家很漂亮 然後你要煮飯,煮一個公仔麵 我又要拉出來,拉出來 然後又弄,弄完你還要洗 洗完又要放好,然後就推回去 或者你沖完涼的地下濕了 你又要拖乾淨的地下 其實只要你沖完涼 不弄到地下濕了就可以了 拖乾淨的地下之後 然後你又整身汗 整身汗之後又去沖 哈哈哈 我的天 你很喜歡這個東西 哎呀,不好意思 他比其實設計師更興奮 他比Gary更興奮 很好笑 我真的覺得有點很好笑 但他當時是真的住在那裡的嗎 他是真的住在那裡的 但我不明白為甚麼有一個吊床在中間 不是,只是玩而已 如果你有留意他除了做這些東西 他那隻窗是做了橙色的 我見到 他可能是因為有些太陽 對不起,我沒有仔細研究 可能因為那些太陽光的關係 可能他不想那間屋是很直射太陽光 很光亮 或者他很享受那個陽光的燈光 所以他就… 然後就這樣吊上床 可能他看書 我就舒服一點,就是生活風格來的 是啊,我猜是 一定要像你那樣有強迫症才行 如果我就不行 如果我呢 就會把東西都拉一半一半 就是我剛剛夠 譬如這樣,兩邊 那你不是把床一半 然後塞進去的房間 那床沒有辦法 那床可能永遠都會化下來 但是那個廚房可能 本身就這樣盛起來 但我就可能拉一半出來 那這一床就是… 你可以塞進去,然後走出來 然後一年都不拉一半 為什麼 我很想你體驗一下 你可不可以做一個真人秀 去體驗著一個星期 我… 有機會如果我真的有人給我一個 這樣的預算 我去設計 我就設計這些東西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很… 需要很多錢 是 因為那個…正如我之前有說過 那些機關… 那些機關 那樣… 你要很方便才行 即是可能你真的要一隻手 就可以拉到它出來 即是像他剛才舉重那樣… 是的 那第一節我們就講了這一類型的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 企業員不計算了時間呢 難道我還未夠時間 那第一節… Anyway,第一節我們可以短一點 那你見到這個就是一個開始 即是這個風格 這個風格的轉變的開始 那…也都有說… 即是…也都正如我所說的 即是它很多時候那些端子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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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可以展現到它這個設計 是… 那麼我們去第二節呢 我們就會看一些近期一點的 即是近期一點的一些… 還有再合理一點的 是嗎 那麼你會見到它們的端子呢 會進步了很多 那麼我們下一節回來再看 謝謝 謝謝 小朋友的衣櫃必備 謝謝 謝謝 謝謝